以下节目是由廖靖仁外科整容医生特约播映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商界中华 我是Mina 李飞平 在这一节的商界中华 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妈妈彻底改造 到底怎么样改造呢 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嘉宾 是来自拥有超过25年外科整容经验的廖靖仁医生 Hello Dr. Liu 你好 你好 Dr. Liu 我想问一下 这个妈妈彻底改造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是很流行的一件事 在荷里活 每个人都说 很多那些明星 生年世都哥就做这些 那怎么呢 比如一个女人怀孕期的时间 很多时候加二十至甚至五六十磅 加了之后 你的胸部 肚皮全部都松了 即使你生完之后 它都不会紧翻了 所以很多女人生完小童子 就来找整容医生改造胸部 或者改造肚皮 那是改什么呢 譬如那个胸部 你怀孕期的时间 你的胸部就大很多了 现在你生完之后就细了很多了 那些肚皮就松了 就因为这样 所以那个胸部下水 还有肚皮也一样 肚皮或者多了脂肪或者松了 那胸部有时就这样加一些脂肪 就可以了 但是有时就要掉起它 这是一个手术 还有肚皮 如果太多脂肪 可以抽脂肪 现在是松了一头 就拉肚皮了 是不是 拉肚皮是否要做手术 做手术 做手术 但是其实也不够 很多普通医生都是说这两个东西 但是我们就叫做 彻底一点的 那还包括什么呢 你女人我多时都不说 就是你的胸部会松了 就是你生完之后的胸部会松了 还有有些就不止在胸部会松了 有些就流尿了 譬如有时咳嗽 或者是运动的时候 就有流尿出来 那我们就怎样呢 我们可以改到的 就是大多数可以不用做手术的 大多数我们有一个机器叫做Vive 或者登出来的 那个机器就不用做手术的 是一种超音波 大约似 不是超音波 但是差不多的 就是来收缩肌肉和皮 可以收紧的 还有流尿会十个有八个九个康复的 就是让皮肤没有那么松弛 但是这部机器就不是说做手术 不是开刀的 不是手术的 不是手术的 这个可以将来 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写 就会解释给他们听 就是现在不够时间 说不多 如果有时候 譬如生小孩的时候 就是小孩出不了例 那个孩子出不了例 要切开 就是剪开来生 有很多 尤其比较老一辈的医生 他切完之后就不补回 他是没事的 他一定会好的 但是这样就更加很松 不过就算现在很多人联合 我想都可能会有这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流尿那些问题 就算你乱回也是有事 但是你如果不乱回 就更加大件事 更加严重 更加严重 这一种你就要做手术才行 如果是这样的程度 就是要做手术 我们一样做完 如果不需要做手术 就是用那个V机器来收缩 如果是需要 我们就做手术 我们全部都包在一起做 这个就是你刚才有提到 胸部 肚腩和下体 那这三样东西 是不是算是打包有一个 包裹 就是有优惠的呢 是 所以我们叫做 Mummy Makeover 这个你有时看一些上网 都看到了 Mummy Makeover 那我们叫做Total Money Makeover 就是总彻底的Mummy Makeover 那又怎样呢 就是如果你三样东西 分开来做 就是价钱相当高的 有很多人就不想花太多钱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套件 就是这样 如果你三样东西做 我会计算你的价钱好些 同时我自己有手术室 在我那里做 还有麻醉丝 全部自己有了 那就便宜很多 不用给医院费 如果在医院做这些很怪气 但是做完 是不是即日可以出院 即日可以回家 就是这样 看那个情形是怎样的 譬如有些人 只需要打少少脂肪 进胸部 抽少少脂肪 还有就轻轻拉紧的阴度 那些一次已经做完 那些很简单的 那些一次做完 但有些人就严重一点 有些人 譬如你说 肚皮要轻轻拉肚皮 又要吊起胸部 又要做手术 阴度要做手术 那些就大手术一点 就要分开两次做 一次做也太多了 分开两次要去你的厕所 在我的厕所做 价钱比医院做便宜很多 你的医院费 你只是医院费都说几多万元 我们那些是很便宜的 我们自己有手术室 那些价钱是公道很多的 而且你本身是注册 本身是做整容的医生 那就是说开了 就是你刚才说过 简单的那个 我相信就比较容易了 但你说如果真的要连续两次做手术的话 一般成功率有多高呢 很高的 根本不会不成功的 重新你做什么手术 有机会发炎 有机会流血等 但是拼起普通的手术 都没有大分别 就是一样是这样的机会 一般来说 譬如在医院做手术 发炎的机会是1至3% 在医院 我们自己的诊所做的 我做了差不多30年 一个都没有 即是暂时都没有 暂时都没有 大家利是 大家利是 不过就是这么说 因为你医院有道不好 你医院做什么手术 都在那间手术室 譬如你说做一些有发炎的 有什么特别都在那里的手术室做 那你做完又做你那个 那有时候 它虽然是洗、清洁 但是你有时不清洁 也有些菌 但是你们就只做整容 只是做整容 那些不做的 你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发炎机会很低很低 我想问一下 整个套件做的话 通常一般 就是你说有分两种 就是简单或者严重 一般大概要多久康复呢 如果是简单的 那个就很快康复而已 简单的那个 我想你一两个星期 也没什么事了 但是复杂不过 看你怎么复杂化 是吧 还有你怎么才复原 这个又很难说 这些慢慢解释 譬如 有谁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询问 不用钱的 你可以来康复 不用钱的 可以解释它 那是不是做整个套件的话 是不是都要全身麻醉 多数都要的 做这么多 这么多要麻醉 即是你局部麻醉都行 不过就打很多针 不舒服 无论那么辛苦 那就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你讲一下 你们诊所的联络电话 我们是650-697-8888 我们多谢了Dr.Liu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